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面對關鍵人物 我們今天邀請的關鍵人物 是交通部長葉匡時 葉匡長你好 大家好 首先交通部職長的範圍 非常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核定票價倍率 我想先從大家很關心的 開始問起 就是高鐵的票價 這個事情目前交通部 對於高鐵要提高票價 目前態度是怎麼樣 我想這裡面比較麻煩 是這樣的 因為高鐵公司 台灣高鐵公司 跟我們交通部是一個 興建合約叫做BOT的一個合約 在合約裡面 我們有一個費率的計算公式 每兩年來檢討一次 根據這個物價指數 根據什麼油價 什麼一大堆的電價 一些因素 然後就會有一個公式 這是一個公式 這不是我們人為可以操縱的 那根據這個公式我們就會核定說 這個票價的一公里是多少錢 然後高鐵公司就根據這個東西 可以有上下20% 它可以根據這個公式說 譬如說一公里是4塊錢 它可以乘上20% 這樣子來做它的票價的基礎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它今年送了 今年的4月還是什麼時候 送了一個新的公式的費率 是我們核定過了 我們核定完以後 高鐵公司它有權利 根據這個東西來調它的票價 因為目前它的票價 是在公式的那個 准許的那個價格的下限 所以從法律的角度來講 它是可以提升它的票價 是是是 但是當然我們交通也要考慮到 民生的這個需求 它要配多元化的措施 還有配套的措施 因為它現在譬如說有這個定期票 有回溯票 有找鳥票 那這些呢 跟這個尖峰票價呢 有一些差距 那我們會覺得說 如果它真的在尖峰票價要調的話 那是不是離封啊 或其他地方呢 它可以盡可能不要調 因為大部分人是想很多收入比較需要 比較依賴的 那需要這些東西呢 是不是能夠穩定一點 那這樣的話 我想民眾的接受度會比較好 這個高鐵一般人的印象 當然是非常越來越需要 可是高鐵之前說傳出來 它的員工37塊錢就可以搭高鐵 這個也讓社會有一點不好的觀點 那您看這個現在的情況 社會可不可以接受高鐵現在調高票價 我覺得調高票價 不管是高鐵也好 台鐵也好 油電也好 任何的事情 民眾都是不能接受的 那民眾也常常講 輿論也常常講說 調漲的時候要選對時機 我覺得漲價也沒有時機的 任何時機都不是好的時機 所以我相信民眾當然是不希望調漲 第二個剛剛您提到 那個高鐵員工的那種優惠票的問題 我的理解這裡面是這樣子的 它是高鐵允許它的員工用這個空位 就是說如果是這個班次剛好有空位的時候 它可以用50%的優惠票價去買這個車票 然後但是另外那個50% 它當作它的收入 所以它就要繳這個所得稅 跟公司要繳營業稅 所以那37塊事實上是高鐵公司 先扣員工的薪水 未來要繳稅用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從一個運輸工具來講 通常因為這個位置空著就是空著 它既然是空著的時候 員工利用這個機會 剛好去做的時候 比較便宜坐這個位置 那它能夠某一個程度 鼓勵它的員工多坐高鐵 也從這個過程中 可以多了解高鐵的服務品質 我覺得未必是壞事 而是看怎麼去運作它 這個高鐵現在目前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更嚴重 就是現在雖然去年財報說 它已經開始有盈餘有盡力 可是它現在目前還是持續的是蠻虧損的 那高鐵現在想提議說 希望能夠把特許的營運 能夠從35年能夠延伸到99年 那目前現在報紙上說高鐵局說 它現在承受的文件不足需要它補件 不過你自己認為你對這個事情什麼看法 其實我們很多年前 就是大概三年四年前 我們幫高鐵做了第一波的財務改善之後 我們就持續的就是說跟高鐵公司講說 因為它的財務結構是不健全的 基本上就是簡單來講 就既有的資本組成 自有資金不足 所以它大量的貸款 大量的用特別股 那這樣的話 它就是這個所謂的Leverage 槓桿用的太兇 那它負利息加上折舊 它事實上這個公司是就 最後它一定是會破產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我們幫它第一波做了一個 財務等於借薪還救之後 利息雖然大幅下降 但是它財務結構的確是不健全 那要怎麼去改善這個東西呢 其實第一個就是它的資本結構要先把它弄好 資本結構怎麼弄好呢 因為過去有虧損 所以大的方向來講說 第一個它是一定要先減資 它既有的股東 這個原始股東要先做減資 把一些虧損打掉 打掉了以後呢 然後再增資 因為這時候公司就相對價值比較高一點 外面就有些資金願意來資金 那同時呢 它來在這種情況下 因為形勢特殊 然後呢 它可以來跟我們談 是不是要延長特許期 然後再去上市 讓這個延長特許期呢 這個利益呢 上市之後全民都可以享受得到 那這樣這個我們才可以做 如果我們不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做呢 只是讓它特許期延長呢 那第一個就是合約法律問題 不是隨便可以幹 第二個民眾一定會不接受的 就是說你等於是土力原有的股東嘛 那當初它來標的時候是用這樣的條件 你今天給它這個特許期延長 事實上這是蠻嚴重的一個法律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說 它是一個聯力方程式 因為它必須照我們剛剛講的 大致這些因素都一起考慮 可是我們也不希望呢 高鐵公司真的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高鐵公司出了什麼問題 在運轉上 這個高鐵已經是我們台灣民眾 非常需要的一個東西 所以在這個地方怎麼樣 讓高鐵可以繼續的維持它的營運 可以健康的走下去 同時讓我們的民眾除了坐車方便之外 高鐵公司因此 因為我們做了一些調整賺了錢 也能夠回到民眾的口袋裡面 我想是大方向應該是這樣 所以關鍵在於原始股東 可不可能減資嗎 現在整個其實社會上 其實對於原始股東也有一些看法 好像是當初其實每個股東 直接了當來說 好像都已經賺飽了它原來的資本額 那現在的話要怎麼辦呢 就是他們如果又不肯退 不肯減資的話 那高鐵的財務問題 仍然會持續下去 其實嚴格來說 因為高鐵公司開始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興建高鐵 他們做的差不多 還有興建三站之外 但是它的股東其實也蠻複雜的 彼此的利益也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只是從一個正常 國際上所有的公司 一個公司在嚴重虧損的狀態 要它的財務改善的過程 它必定的程序一定是這樣 減資 增資 然後再增加它的其他的營運的條件 這是必然要走的程序 那為了要減資要減多少 然後呢 這個各個股東的利益 是會很不一樣 原來的股東會很不一樣 那他們一定會有些增值 那這個部分呢 必須是高鐵公司自己去解決 董事會自己去解決 我們沒有辦法幫他們解決 可是從公司長遠的角度來講呢 這是一定要走的路 他如果不這樣走的話 最後高鐵可能就破產了 破產了以後原始股東 原來的股東呢 可能他就什麼都沒有了 事實上呢 這就是會造成山輸 高鐵公司也輸 我們政府也輸 人民也輸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能夠變成山營 就是原始股東呢 他可能還是多少還是維持一些東西 然後民眾也會贏 政府也會贏 我們希望是往那個方向努力 是 好 第二個我想談的 也是大家關心的就是 國內線的機票 當然包括離島的機票 這個據說現在1月1號要漲價了 那這個事情 其實我想在國內也談了很多 但是一方面是國內業者 他是說現在目前他們都虧損在經營 但是另外一方面 很多民眾覺得機票這麼貴 以後會變成像日本那樣子 我們在國內的旅行搭飛機的話 可能比出國還要貴 這個問題要怎麼辦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這種機票 如果是屬於基本民生公共運輸需求的話 政府有責任照顧民眾的基本公共運輸需求 所以像離島 他的居民呢 又往返台灣 這的確是一個基本需求 所以未來呢 明年1月1號 假定有票價調漲的話 我們的政策是 對於離島的居民 我們會補貼 透過民航作業基金 讓他們沒有漲價 我們就會補貼他們 就是等於跟現在一樣 維持現在的票價 因為事實上他們現在的票價 離島的居民已經是打七折了 我們可能會打更多的折 那至於非這個離島居民呢 你譬如說到馬祖去 到金門去等等 因為你不是離島居民 大部分是觀光旅遊嘛 那觀光旅遊的話 你要政府來補貼 這好像說不過去嘛 所以呢 這個應該由觀光客自己來負擔 那這個時候又第二個問題 就您剛剛問的產生了 那會不會影響他的觀光 對 沒錯 OK 那這個我覺得呢 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我認為我們台灣過去的觀光 包括我等一下 我們有機會可以談一下 包括陸客來台觀光的問題 或是不止台灣很多的服務 都是以低價 廉價 cost down的方式去經營的 其實我們應該從value add 附加價值能夠增值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大家去 馬祖 金門 澎湖 是因為很便宜才去 我覺得這個對於離島 並不是一個健康的發展 那我也瞭解目前在 尤其是暑假在熱門的時候 像金門啊 像澎湖啊 根本就是旅客夯得不得了 對 所以我認為那個影響啊 是應該很有限的 我覺得那個 我們目前初估呢 票價調漲的 他們民航局調漲的那個幅度 可能是4%到21%吧 那當然這是一樣 是我們核定的一個票價上限 然後航空公司會視場需求做一些調整 那大概是就離島來講是這樣 那國內航線事實上只剩下金門跟 不是 花蓮跟台東了 花蓮跟台東呢 尤其是台東的票價的確讓人感覺是蠻貴的 2000多塊錢 可是因為年底呢 花蓮這邊基本上我們這個火車 普悠瑪號可以全部投入服務 所以一票難求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 從花蓮到台北兩個鐘頭就到了 而且只要400塊錢的這個火車的服務 這個我想再進一步問 你說可以解決一票難求的問題 就比現在會增加多少的運量 我們會增加136輛的車主啊 就是像現在這個我想 就車的投入來講的話 就普悠瑪號或是泰魯格號 會比現在多一倍 所以它這一票難求的問題 應該是徹底可以解決的 那台東的話 到明年的就是過完就立年的時候 應該電氣化完成 普悠瑪號 泰魯格號 也可以到台東去了 那時候台東到台北是三個半小時 那一樣票價可能就是500塊 還是多少錢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它有替代運聚 而且不是那麼不方便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補貼好像就沒有必要 所以大概來講 我們機票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思維 是 我們剛剛談到了 高鐵也談到了飛機票 那你剛剛也說 其實漲價不管什麼時候都是不好的時候 漲多少民眾都會反對 那交通部在核定漲多少的時候 是按照什麼原則來 比如說在國外 基本上全部就要讓市場機制來決定 但是我們這邊又很難完全造市場 所以你有什麼樣的原則在定 他們這個公司 我是不是那麼清楚細節 但大致來講 像航空公司它的那個機票 是有個公司根據航程 根據它的油價成本 根據它的債客率 根據它的機型大小 什麼就是有一堆這樣的方式去計算 那高鐵也是一樣 它就是剛剛講的就是說 根據它的那個電價 根據物價指數 根據它的什麼營運成本 這樣算算算 然後給它一個某一個margin 類似這樣的一個方式 大致來講是這樣的 這個公司有沒有一直有在review 合不合理呢 現在我們在民航局就事實上就找了一些 學者專家在做這個研究 就是說民航局它這個公司 就要檢討一下是不是合理 這個我想當然是有改善的空間 那但是詳細的情況我並不清楚 OK 我現在還是跟費率有關的 就是最棘手的一個事情 就是現在國道計程收費的問題 那交通部原來說是7月底的時候 費率會定案 現在目前有沒有一個大概的一個方向 譬如說多少公里可以免收費 然後每一個公里大概多少 這有沒有大概一個方向 我們目前當然是還是提三個方案 但是看起來那事實上 還要再到立法院去跟立法院委員報告一次以後 大概就確定了 非常有可能 比較目前最有可能的一個方案 就是說譬如說前20公里免費 然後接下來就是每一公里收一個額度 然後過了200公里以後再會收一個額度 譬如說在200公里之前 一公里多少錢我現在還不能說 可能是一塊錢 可能是一塊二 可能是一塊一 但是過了200公里 可能變成一塊錢 可能變九毛錢 這樣一公里這樣 這個確實的那個數字額度 我們還在精算 因為這是我們從來沒有的經驗 就是從計次轉計程 全面計程 那我們並不希望這一轉換的過程中 對於民眾造成太多的 譬如說因此多付很多錢 或是因此少付很多錢 因為民眾如果少付很多錢 我們國道基金可能收入不夠了 我們多付其實這並不是我們需要的 我們也不想要多要民眾多付錢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還有一些 還在算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部長能不能解釋一下 為什麼當初要從計次改為計程 這個裡面最重要考慮的地方是什麼 運輸學者都認為 如果能夠全面用電子計程收費 是比較公平的一個收費方法 其實國外也都幾乎都是用的方式 第一個當然是比較公平 為什麼呢 因為你目前的計次收費 像台南的立委就常常來 已經抱怨了很多年了 他說他們整個台南縣境內 有四個收費站 那收費站跟收費站之間 距離好像太近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每次到哪裡都要收費 可是有的收費站 在台中有一段 我知道兩個收費站距離 達到60公里這麼遠 所以他這個第一個很不公平 就是說有的收費站近 有的收費站遠 那第二個就是說 從人工的角度來講的話 也可以省一些人工 第三從環保的角度來講 因為你要計次收費 到了收費站你就要停下來 然後你再發動 所以事實上等於排廢器 這環保上也比較不好 如果是計程就一路很順利的行使 大概有這一類的考慮 那更重要的一個考慮 更好的一個考慮 現在把它降低 把國道1號升高 這樣我們就誘導一些車子到國道3號 不過你覺得部長 一般用路人真的會像機器學 市場定律那樣子 趨急避凶這樣子 或者是走便宜的避免貴的嗎 我覺得會 以前我不這樣想 那我到交通部這幾年下來之後 我發現接觸也非常多的一般的消費者 我發現普遍還蠻多消費者 它是非常的價格敏感的 以這個高鐵自由座的為例 自由座跟一般的票來講 自由座是97折 事實上1000塊錢才差30塊錢 理論上我們從我們角度來講 好像不應該這麼敏感 可是差別就很大 是這個事情我覺得 因為在地方也非常關心這個事情 立法院也非常關心事情 其中有幾個地方 譬如說在地區用路人 他們就會覺得你究竟有多少公里免費 非常關心到他們 他們平常可能就是在那邊 利用高速公路做transit 譬如說很多公務的便道被關閉了 這個也會影響到很多影響 甚至宜蘭的滴水高速公路 這個影響是更大的 你能不能談一下到目前為止 這個幾個問題 你怎麼樣綜合來考慮 之所以就運輸學者來講 他們很多是反對 前20公里免費 他們認為你一上高速公路就應該收費 但我們之所以變成現在說 前20公里不收費 其實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用路人 現在很多人就是剛剛您講的 是用高速公路做transit 他根本沒有付費 像台北地區高雄都會地區 所以這個時候你一開始把它變成 一上路就收費 這根本就實施不了 像橫向國道為什麼都沒有收費 是因為現在沒有收費 所以你突然變成要收費的時候 一樣民眾反彈很大 所以這些我們就盡量配合 現代的擁有的人 那國道5號事實上現在有收費 在投誠那個地方是祭次收費的 所以就我們應該繼續的收 那宜蘭人就會說能不能從蘇澳到投誠 這一段不要收費 那這樣從投誠才開始算 這樣他覺得OK 那這個就牽涉到所謂的尾端不收費了 那如果這個一實施的話 那高雄地區的國道1號3號的尾端是說 那能不能也先不要收費 等我上到第一個收費站之後才開始收費 基隆這邊也會說一上國道都不要收費 不過基隆是有這個潛力沒有錯 基隆現在是單向收費 因為它的原因是因為基隆的人 幾乎都要到台北來上班 所以有這樣一個調整的空間 所以第一個這個是 如果真的這樣弄的話 我覺得整個國道的收費機子會崩潰 那第二個就是說國道5號的側車道 我們從蘇澳一直到投誠的側車道 事實上在高速公路旁邊側車道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事實上目前我們的了解交通也都很順暢 所以local的民眾如果說走側車道一樣可以OK的 就不用擔心嘛 那當然也有個說法說 那走側車道會不會造成地方的這些側車道的塞車 那我覺得呢 我個人是覺得應該不會有這樣的顧慮 假定因此塞車那你就應該去走高速公路 就是交錢嘛 就是你塞車所時間上的損失可以用錢 對 好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談 其實國道收費現在目前可能會往後延 延的問題可能是跟e-tech的裝置是有關係的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跟部長來談 除了這個問題以外 那還有現在目前觀光的發展是非常快 我們待會來